可能是因为天气、暖化的关系 新一乡炒白头的烟火是提早开火 为主新一乡 今年一度的烟火火也提早来点火 新一乡丁专专业 国品尽的烟火 正在过年的这段时间 六十来升火 欢迎大家来炒白头 小烟火 任何地 买有这个狼得三片 在新一乡专专专专专专业下 跟来宾最会竞逐三个 新一乡银火整天是专业 欢迎鄉亲为今开始 就当前来到新一乡炒白头订所在 想会看风景 喝过三好地 因为我们今年度 雨水比较少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的雨水开始下了 所以气温也下降 所以对我们樱花的 会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我们现在陆续在开山樱花 那后面还有桃李杏 所有的品系的花 都会陆续续会开 所以我们预估今年的花 且会不但是比往年长之外 花也会开得比往年还漂亮 正在昌的山樱花 现在已经先开车过了五下 超白头红区来四千层 和平静樱花 也将有少开放 以后在过年期间 八重樱和合金樱 将会开到最美 这是过年期间 将有交通关键 在我们驾村的民众 就需要多才上车 来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园区已经客满了 车子不能进来 没关系 我们还有接驳车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车子 开到那个爱一桥 那边有一个免费的停车 停车场 然后坐我们的接驳车上来 到排楼 然后我们就走上来 我们这里现在陆续有一些高山的蔬菜 像高丽菜 白菜 还有挂菜 还有葡萄 当令的葡萄 都是我们新乡在地生产非常优质的一些蔬果 那所以我们呼吁所有的全国民众 可以不但可以来赏鹰之外 也来喝茶 那我们到东普温泉泡汤之外 其实还有许多多的景点 观光景点 都可以值得有客来去游玩 新乡公司表示 今年游玩采取 进行收费五十户的政策 来为好朝北头 看英会的如有品质 也欢迎大家 一等探到春节家旗 来到新乡行村 希望英会 喝好茶 吃米饰 记者给我们散步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